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超总 今天我要回老家过年呢 从厦门出发开车1700公里 我一个人想想的有点害怕 朋友们 你们有回家过年的吗 因为现在有些地方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我就提前回家了 你们都有回家过年吗 好了 现在我们先去吃个饭 然后出发 咱们随便吃一点 好上路 吃个快餐 我要一个猪脚 今天随便吃个快餐 一会儿要上高速 开车 现在饭吃饱了 准备出发了 超总会一路给大家分享语图 风景美食哈 我们开了五个小时 既然还没有处福建 还在三民啊 现在我们去找一下 看有个什么好吃的 吃饱了 然后继续上路 什么价位 这个 这个35的 35一个哈 那咱们这里净净拍照 净净拍照 这个鱼片是35块钱 然后这边一个虎州肉25块 过多40块 新巴国10块 一共花了91块钱 吃一餐了 米饭3块钱 管吃饱 你们看到这个毛 这个毛也多长 你们有没有 因为疫情回不了家的 就得过年的有没有 因为现在有很多 疫情很严重 因为现在有很多 疫情很严重 不必要加 好了 吃饱了 继续赶路 现在就晚上的11点钟 我们到了永泉服务区 然后 化粮等泡面 这么多人 这个服务区人太多了 这个服务区人太多了 然后泡面泡着没地方人坐 我发生个问题啊 火车上面的泡面 还有服务区上面泡面 特别香 你们也没同感 每次我坐那个火车 还有自己开车的服务区 就必须要吃泡面 感觉特别特别香 太香了 太香了 现在是晚上的是1点半 然后我们再开3个小时 找地方休息一会儿 肯定等我们再开 一个人干1700公斤 服务区是有点辛苦 有点累 现在我们在校港服务区 昨天晚上开了3点钟 还是将近700公斤 到我老家 现在去洗个脸 咱们现在去找点吃的 看一下有什么早餐 吃一点 然后又继续上路 太累了一个人开车 早餐随便吃一点 小米粥热干面 再将边 一个人开1700公斤 昨天晚上开到晚上3点钟 干了1000公斤 今天还是700公斤 允许一口气干到 太辛苦了一个人开 太辛苦了一个人开 等会儿陕西见到 明天下午1-2点钟 就到陕西了 一天一个晚上 还累死我了 到了我的家乡紫阳县 现在我们去那边 登记一下 外来人口全部要登记 好了 这期视频都更新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 一定帮我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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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